有个超较真的韩国警察 名叫钢弹 出了名的耿直一根筋 有天抓到一个围了交规的人 人说我是你们新局长啊 他说局长好 然后开了罚单 回到局里被上级大批一论 但局长却有不同想法 原来他是一个新官 新官上任三把火 他要管管这个市里天天抢银行的事情 于是决定开一场大型演习 为了让这场演习能够使颓废的社会积极认真起来 效果越逼真越好 但是这个命令下达下去呢 大家还是分分不屑 我不can 管我尿事 他想到了钢弹 钢弹听了局长的话 淡淡地说了一句 您会后悔的 局长并不信邪 还说你不用刻意被我们抓住 能撑多久撑多久 绝不能当开玩笑哦 钢弹一听 决心好好干 开始观看犯罪片 观看抢劫录像 阅读犯罪教材 做笔记 还到银行里踩点 看场地 看监控 看保安 看金库 居然还练走威 你就是要参加抢银行排位赛呢 还认真选衣服 你咋不先开始赌博 输光家产呢 终于演习开始了 银行里已经有了两个便衣警察 等着抢劫犯来 这不是作弊吗 然后又来了个出名的美女警察 正当两个男警察偷看他的时候 钢弹来了 穿着马丁靴 戴着口罩 你也太明显了吧 他拿了一个牌号 走到美女柜员前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本 开始翻 早上好 不要慌 我别无选择 请保持冷静 你这是画牢呢 不要出声 把钱放进这个包里 谁知道美女直接就按了报警名 钢弹于是拿出了另一个小本本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快点把钱放进去 快 你贴的字怎么还有小情绪啊 你没见过强盗吗 还要上天了呀 这时便衣来了 钢弹看见他的枪露出来了 二话不说 一枪就把他爆头了 罗里马这是完真的了 哦 没有 吓死我了 原来是假开枪 在这场演习中 第一个死者出现了 胖弹还很不高兴 怎么能拿我一血呢 我还要玩呢 另一边 所有警察出动了 局长打电话给记者 要他们来报道 钢弹开始正式抢劫 迅速抢走了保安的枪 很认真 踢来踢去喊来喊去的 有人不配合举手 还被他大声呵斥 很快警察来了 居然还坐大巴来的 我第一次听说 还有警察大巴呀 局长一下车 就打电话给钢弹说 电视台还没来 你要再坚持一会儿 三十分钟之后 特警队就会来 千万不能给他们抓咯 钢弹说 保证不会 他不知道 局长的意思 是要在特警队来之前 先被自己局抓住 好让局里显得牛逼 钢弹刚挂电话 就有个警察质疑他了 他说 怎么能挂个牌子 写着绑住就绑住了呢 你一个人怎么绑住我们所有人 钢弹说 不是我绑的 是你绑的 然后就是他拿枪指着警察 去绑人的设想 警察只好挥溜溜回去 钢弹能不能抢劫成功 静国主页看下一期 记得点赞关注 爱你们